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 与冥想活成别人期待的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广师小凤 我们这批已经可以开卖了 过几天冬季的时候就可以开卖了 现在都可以开卖了 但不过我们要留到冬季那天才卖 因为冬季那天我听我姐说 这个价格比较好 只是说真的 在这个小永没有回桂林之前 我都打好算盘了 就是说让小永帮我把这批鸭卖出去 然后我们两个就回桂林 创我们两个的业 然后或者就是说 创业养猪 创业养鸭 或者就是说结婚生子 或者开公司 这块之前小永在的时候也跟我说过 就说只要我愿意跟他回桂林 然后跟他结婚 跟他生子 他就愿意就说拿出他所有知识 然后跟我开公司 然后跟我创业 其实说真的 这个小永还是蛮有脑力的 他知道 就是打工打不长远 然后就是做其他做不长远 他还是选择就是创业 然后开公司 他这个大学生的头脑就是不一样 果然比我这些小学生 初中生高中生的头脑强多了 但这个小永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 就说叫他帮我把这批鸭卖了 我们就回桂林 然后创业开公司 结婚生子这块 还没把我把话告诉他 他就一声不吭的回桂林了 接下来这批鸭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其实说真的 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凭我一个人的经验 我很难卖出去 因为我呢 又没有力气搬得动 这些鸭一只两只呢 我是搬得动 那如果人家买个十只八只的话 我就没办法提得动了 所以说啊 身边呢 还是得有个男人才行 所以说啊 今天呢 我还是打电话 叫这个小永回来青州大山这边 然后帮我把我身后这批鸭卖了 卖了之后 我们好回桂林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也不知道他今天呢 会不会接我的电话 因为啊 前几天打电话 他都是不接的 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接 我失望他接吧 如果接的话 说真的 我跟他呢 就有失望 如果不接的话 说真的 一点失望都没有 最后的知会了 前几天打一直都不接 今天打呢 还是不接 我没来之前啊 早上的时候 我已经给他打了好几个了 微信电话 然后信息啊 啊 电话我都给他打过 各种各样的 都给他打过了 他还是不接 现在来这里给他打的 还是不接 说真的 他不接我电话 接上来 这批鸭 我都不知道怎么卖出去了 小勇在的时候啊 我扇盆打得好好的 就是啊 没来的只告诉他 他一生不吭的 回桂林了 也不知道他回桂林那边 会不会想我 说真的 我在这边还是挺想他的 想他过来帮我 把这批鸭卖了 然后呢 想卖完这批鸭之后 跟他回桂林过年 过完年了 就可以结婚 然后可以生子了 但这个小勇啊 还是一生不吭的 就这样回桂林了 说真的 我对这个小勇这么好 然后付出这么多 在他身上浪费这么多时间 结果没想到到头来是这样子 早知道是这样子 当时我在东莞的时候 就不应该跟他回桂林大山 直说真的 我跟他回桂林大山 我也受了很多苦 毕竟回去不可能不做事嘛 是不是 我天天然后跟他去山里面干活 但到头来这个小勇 一个人回桂林了 把我丢在青州大山这边 其实我这边也不说不好 我只是说小勇不在我身边 我没有心情 再加上我姐呢 要经常叫我去相亲 然后叫我坐这里坐那里 我才没有信心的 也不知道这个小勇 啥时候能接我电话 啥时候能联系我 啥时候回来我青州这边 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机会 真的是 这一批鸭只剩下这一点了 应该有200多个左右 还有一些呢 在仪塘上面还没上来 卖完这批鸭 我就撤股不跟我姐投资养猪养鸭了 不要去桂林跟小勇 投资养猪养鸭了 赶紧把这批鸭卖了 然后我要飞奔去桂林啊